观点 时事、教育、生活、财经、科技或流行 让我们分享不同的观点 拓展我们的眼界 将敬酒杯莫停 陈夫子烹茶煮酒 谈人生百态 看世事变化 各位德州中文台的听众们 大家好 我是陈夫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 骂黑 骂黑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 如果在讨论 或者说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 假如有人对于一个社会的黑暗面 说了太多 或者说 要揭露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团体 一个组织里面的 不好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 很多人就觉得它 是在骂黑 为什么叫骂黑呢 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 你只能够说好的事情 只能够说正面的 所谓正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 锦上添花的事情 你取到什么成绩 你拿什么奖之类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也一样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我们爱国 爱这个社会 就一定要歌颂它 不错 歌颂是应当的 但是 如果这个社会 或者说 这个国家 这个团体 这样一个公司 甚至一个家庭里面 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喜庆的 有好的 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的 或者说黑暗的 都存在 我们不能够说 只能够报喜 只能够歌颂 才叫做爱国 爱家 很多事情 发生了 可能一个黑暗的 负面的东西 如果你不正视 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社会 对一个家庭 对于你在工作的公司 那个影响非常大 因为大部分人 都是生活在底层中 如果你不正视这个现实 这样的话 对这个社会 国家 团体 家庭 都没有好处 有些人认为 我的国家 伟大 没有黑暗面 就算有了 也不能够明说 我们不能够 将一个国家 或者说一个家庭的 负面东西 暴露在世人面前 影响 形象 但是 尝试告诉我们 地球上 总有阳光 照不到的地方 哪个国家 都不例外 假如我们把 一切的幸福 都作为自己的衣归 不忘初心 有一处贫困 有一处黑暗 你就解决 让阳光照进野蛮的角落里面 这样的话 你这个国家 你这个家庭 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所谓的生命力 就是与黑暗抗争的能力 也就是战胜黑暗的能力 如果你老实说 全是好的 各无生平 就算体育比赛 你也要争个第一 什么都要争第一 体育比赛 就是体育比赛 球赛也好 什么田径比赛的话 就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拿奖 孤单高兴 但是你拿了奖 拿了第一 拿了金牌再多 并不等于 你这个国家 你这个社会就强大 是值得庆幸 那是一个体育的胜利 同样的 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很多黑暗的东西 你不揭露出来 不解决 这个才是对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的最大的破坏力 才是影响到 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谓骂黑 其实有些事情 很多明明是黑的 你不论骂 不论说 更不说 它都存在 你不能够说 你不说了 它黑就变成白了 变成红了 不可能 就好像一块黑板 它本来就是一块黑板 黑板就是黑色的 你不能够说 我翻新这个黑板的时候 涂上黑油漆 就能把黑它 一个墙壁 白的 它本来就是白的 你涂上黑色 那就能把黑 也就是说 我们生活中 你看到的事情 是正义的 非正义的 黑暗的 阴暗的 或者说是 喜庆的 该庆祝的 它都是客观存在 你不能够说 你不说 它就变了 已经发生了事情 你不说它 它就会消失吗 不可能 所以 我们不能够说 看到负面的东西 不说 才是好的 如果你说了 就是麻黑这个社会 但是很多人的心态里面 都是希望 说好话 说锦上添花的话 这些 是人的心态 但是有很多人 也是要监督这个政府 要看这个社会 我们要把那个黑暗的 不好的东西 要去掉 解决掉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家庭 它都存在着好的 不好的东西 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 要解决它 那个不好的东西 要改掉它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就正如 我们现在 在微信上 在很多媒体上 自媒体也好 官媒体也好 发出很多 社会上不好的 不公平的东西 我们都要正视它 不能够说 提出问题 没解决 反而去解决 那些提出问题的人 这就是一个负的影响 对社会并不是好事 因此 我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正直的人 无论你好的 坏的东西 我们都要说 都要正视它 好的我们该庆祝 不好的黑暗的东西 我们都要揭露 要促进政府 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我今天跟大家 讨论的题目是 Mahe 我是陈夫子 M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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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